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一次在VigoFM相遇了 我是MZ Vito 有人说呢 一日吸猫啊 会终身为奴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让许多人喜欢到欲罢不能 甘当蚕食官的小猫咪 一起来分享那些 养猫时的有趣的经历吧 Vito在开场呢 想把这首来自于徐佳莹的 翻滚吧我的宝贝 送给电台那端所有可爱的小猫们 虽然这首歌是徐佳莹 唱给她的小仓鼠的 但我想每一只小猫对于主人来说 也同样都是心尖尖上的宝贝 所以翻滚吧我的宝贝 没错没错 你只要做自己就不怕失踪 没错没错 才习惯才不小心 我里巴索 所以翻滚吧阿胜 翻滚吧我的宝贝 翻滚吧阿胜 翻滚吧我的宝贝 有这些可爱的猫咪们的存在 才让我们有了铲屎官这个称号 他们陪伴我们度过了伤心 失恋和失败 哪怕不能跟我们交流 但每次他们默默趴在我们身边 摆出一副 我可什么都懂的样子时 每个铲屎官的心 还是会瞬间的被温柔的融化掉吧 因为有了我家的宝贝猫咪 Vito一个人的单身生活 也渐渐变得有规律可循 变得丰富多彩了 日子里多了一份责任 同时呢 也多了一份温暖的守候 没错没错 最喜欢才不小心 多离巴索 所以翻滚吧阿胜 翻滚吧我的宝贝 翻滚吧阿胜 翻滚吧我的宝贝 所以翻滚吧阿胜 翻滚吧我的宝贝 翻滚吧阿胜 翻滚吧我的宝贝 我翻滚吧阿胜 我翻滚吧阿胜 翻滚吧我的宝贝 翻滚吧我的宝贝 翻滚吧阿胜 翻滚吧阿胜 翻滚吧我的宝贝 翻滚吧我的宝贝 翻滚吧宝贝 翻滚吧司降回 fly 翻滚 肉 大家都以为 我是一只爱感情的猫 嘴角常常带着微笑 非常容易就能讨好 抓老鼠的事情 留给别人去烦恼 恐怖的东西我最感冒 大家都以为 我是一只有点懒的猫 只要能吃的宝宝 就懒得在东奔西跑 就算天塌下来 我也不想去烦恼 爱爱清醒的水 我的号角 不只是苦苦的猫 不只是坏坏的猫 还是一只只喝可乐的猫 只喝可乐的猫 有点骄傲 我的下发不在意 别人知不知道 只喝可乐的猫 有点糟糕 我最喜欢让人有爱 有恨 有气 有烦恼 只喝可乐的猫 讨厌 无聊 更害怕 有人在我耳边 牢牢 叨叨叨 只喝可乐的猫 有点 闷下 当我听到音乐 就忍不住 都要 受无阻导 Zither Harp 你只有点懒的猫 只要能吃的宝宝 就懒得在东北西跑 就算天塌下来 我也不想去烦恼 爱情下的水 我的号角 不只是苦苦的猫 不只是坏坏的猫 还是一只只喝可乐的猫 各位现在听到的歌呢 是来自范小萱 《只喝可乐的猫》 她唱了一只 让人又爱又恨的猫 而且啊 这只猫还只爱喝可乐 这样下去的话 猫也会得糖尿病吧 其实养猫呢 跟谈恋爱是一样的 我们要照顾它 还要学习跟猫相处 也许猫咪也承载了 你过去的恋情 Vito的朋友 Aggie曾经跟前男友 一起养了一只 非常可爱的猫咪 猫咪生病的时候 两个人会一起照顾它 猫咪不开心的时候 两个人又一起兜乐它 后来两个人分手了 那个男生 把这只猫留给了Aggie 那个男生 把这只猫留给了Aggie 有一次Aggie跟我说 猫咪真的是聪明的小动物呀 大概可能是早就察觉到 我们快分手了 它快要失去爸爸或者妈妈了 所以在我们分手前的 那段日子里 显得格外的黏人 可是Aggie呢 它却没有猫那么聪明 它甚至还没有觉察到 男朋友已经决定要离开它 它男朋友走之后 猫也不会说话 Aggie也不知道 猫会不会想它 但是每天早上 它上班走的时候 还是会跟猫道别 晚上回来的时候 猫会在门口等着它 于是分手以后 Aggie一个人的日子 似乎也就显得 没有那么难熬了 这只可爱的猫咪 也算是成为了 Aggie这段恋情的 一个标记 在男友离开之后 给了它最温暖的陪伴 下面为你送上的这首歌 来自于黄小珍 叫做《李斯本的倦意》 Aggie的歌集中 《李斯本的倦意》 沙发上练练三长 半睡半醒的淡冰 谁也不知道 吃饱是否就能有力气 How can this be 要隔圈又在厨房碰到你 今生已带落不及 How can this be 喜欢你起舞的几时眼睛 毫无头绪你半夜跑到哪里 有一种幸福存在 独自靠着的寂静 我吹你的冷气 握听我的手机 不长的脾气 但不伤我直接交代的语 虽然不确定 习惯可以不习惯也行 How can this be 高歌圈又在厨房碰到你 小的回忆满脸地 How can this be How can this be 喜欢你起舞的几时眼睛 好无头绪你半夜跑到哪里 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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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can this be 我挺爱 像你发美的脾气 好无怀疑 等到太多一起 刚才这首歌呢 其实就是黄小珍 为自己那只 叫做李斯本的猫而写的 之所以歌名叫做 李斯本的倦意啊 是因为李斯本 常常呆若木鸡 整天充满了倦意 即便吃饱了 也还好像没有力气的样子 这简直跟Vito家的猫是一模一样呀 每天就会好吃懒做 只负责慢慢萌 半半蠢 就可以被满足所有的愿望 重点是我家的猫呢 还诡计多端 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套路王了 经常为了骗取一个猫罐头 而使用美猫苦肉剂 它的套路一般是这样的 先是乖巧地走到我身边 在我的腿边呢 蹭来蹭去 然后突然的上演一个假摔的套路 倒地碰瓷 我每次听它那一大坨 庞大的肉体砸在地板上的巨响 看着它眼神中传递出来的 你不心疼我你还是人吗 我内心就会问自己 拒绝它我还舍得吗 错过它 还有更萌的猫给我撸吗 最终啊 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屈服在 喵大人的脚下 拿出猫罐头给它吃 虽然每次它的猫计谋得逞之后 都会一边美滋滋地吃着罐头 一边向我抛来 愚蠢的人类的眼神 可是Vito还是一次次心甘情愿地 跳进了喵大人的套路之中呢 有些猫呢 也是很套路很调皮的 但是有些猫 又会很高冷很忧郁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来自卡其社的猫咪吧 Zither Harp 草地也会忽略 青草的气息 冒陌的气息 冒险就也有不转动的道理 而那些雨可以忘乎所以 黑夜也会忽略有专属于它的轮廓 而你 而你 也就如此而已 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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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如此而已 澄大眼睛也唯一能够看得清 而肆无忌惮的跳踏比你还小心 哥哥不爱玩那些淋漓的游戏 同类又会多去专属你的宠幸 而你 而你 也就如此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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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 而你 这首歌最后的那声猫叫实在是太可爱了 以主人的一切喜怒哀乐作为自己的全部关注点 甚至很多人还会因此觉得猫咪不太近人情 养不熟 会因此而不喜欢猫咪 在这里 所以维头就要站出来 替喵星人讲几句话了 其实猫更像一个独立的人 它希望你们之间是朋友的关系 而不是主人和仆人 大家要互相尊重私人空间 所以它会在需要你的时候找你亲密 但是也会在想要自己静一静的时候 夺你远远的 维头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蛮独立的人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世界上没有比猫更好更合适的宠物了 即使我的猫拉屎其臭还到处掉毛 害我没法穿最喜欢的黑衣服 不过我还是最爱最爱它了 下面这首歌来自王济阳 就叫做《小猫》 外面的雨在飘 想你有多无聊 咖啡店的味道 围绕整个街角 你会经常上吵的嘴角 出现在我每一个美好 如果你的爱不再猫跑 我一定会逃 习惯在往中央 收获所有美好 收获所有美好 时间不会停止 感觉还剩多少 你会经常上吵的嘴角 出现在我每一个美好 如果你的爱不再猫跑 我一定会偷偷 我一定会偷偷 我已不再是你的小猫 每天都会藏你的一角 在你需要疗伤的时候 喵喵喵喵喵喵 唱这首歌的男生呢 叫王济阳 他说写这首歌是因为他曾经养过一只猫 可是后来小猫却生了一场大病 死掉了 小猫曾经给他带来过很多很多的欢乐 所以呢 王济阳就写下了这首欢快的歌 来纪念小猫和他曾经跟小猫一起度过的日子 听到这首歌啊 Vito就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 他叫小果 小果的养猫经历也是一波三折 他几次经历都不是很顺利 他的头一只猫跟着一只母猫居然跑掉了 他去找了很久 还是没有找到 于是他索性就又养了一只猫 他的第二只猫呢 患了一场大病 突然就死掉了 他犹豫了再三之后 还是决定最后再养一只猫 这只猫很出奇的和他感情非常好 也非常粘它 可是就在一次他们一起去超市的时候 一辆车飞车而过 把这只猫撞到了 小果的妈妈劝他说 我觉得你这辈子和猫无缘 算了吧 别养猫了 小果看到自己养出了很深感情的猫 一只一只离开它 也就下定决心 再也不养猫了 对于我们来说 猫咪可能只是一只宠物 一个好伙伴 我们还有除了猫之外 更广阔的天地 可是对于猫来说呢 我们主人的世界 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 有时候觉得 其实一只猫咪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甚至可以远远超过一个人 能给的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 失去了一只陪伴我们很久 感情很深的猫 对某些朋友来说 才会比分一次手 而更难过吧 然而养一只宠物 不管是什么动物 都会有它比我们先离开的那一天 猫咪漫长的一生 对我们人类来说 可能就只有十几年 甚至更少的日子 而我们能做的 也只有在它短暂的一生中 尽全力给予它们足够的温暖和陪伴 让它们不孤单 也不难过 每天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 今天我们聊了养猫的一些有趣的 或者难过的事情 不知道各位禅使官们 是不是感同身受呢 还有那些没有养猫的朋友们 听完了这期节目 会不会坐不住 也想有养一只的冲动呢 Vito在这里呼吁大家一句啊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只猫的话 请让领养来代替买卖 让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可以找到真正爱它们的主人 其实无论猫也好 狗也好 还是一些其他的宠物也好 Vito觉得 当我们选择了和它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对于它们的生命 或者生活方式就有了决定权 正相反 我们应该接受它们与生俱来的动物性 而不是试图去改造它们 来适应我们人类的生活 总而言之 我们要在不伤害它们 也不让它们伤害到我们的情况下 以各自自在的方式 共同相处 毕竟啊 能够相遇 能够在一起生活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妙的缘分了 正在听到的这首歌 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 来自于黄鹰 快乐的猫 这里是VigoFM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 下一期的养猫祭里 Vito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养猫趣事和心得 那让我们下次不见不散咯 进城最美的阳光 拥挤的路上 看不见我 我在不同方向 我想买一辆车 去远方 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 我最近很忙 忙着发呆 每时间和你商量 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从来没烦恼 简简单单去寻找 不要没完没了 我是一只猫 别让我烦恼 享受快乐的每一秒 最美 最美 最好 最重要 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苗苗苗苗苗苗 从来没烦恼 简简单单去寻找 不要没完没了 我是一只猫 妃苗苗苗苗苗 别让我烦恼 享受快乐的每一秒 最美 最好 最重要